愛的心靈 安麗 妳沒事吧 我剛剛停好車 我現在才會找妳 不好意思 陳曉娃先生 我是醫院的護士 我很抱歉地通知您 李安麗小姐 她已經離開了 什麼意思 離開了 很抱歉 很遺憾 您來得太晚了 遺憾 不是 等一下 妳剛剛講的那什麼意思 她離開了 她是出院了 還是 還是走掉了 我講的那種走掉 不是真的走掉 就是已經那個 不是 我在想什麼 那個妳知道了嗎 不好意思 妳的意思是指說 她是往生了 已經離開這個世界上了嗎 怎麼可能 我妹才打電話 來跟我講說她沒事的 不可能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當然不可能 李安麗 妳沒事嗎 妳就真的希望 我這麼快就離開了 妳有病 妳真的很過分 我擔心妳擔心得要命 一路飆車到醫院來 妳就要耍我 我什麼都沒有講 是妳自己一直往壞處想 爸不得我離開 爸不得我死掉 還怪我往壞處想 那妳幹嘛辦公室騙人 沒有 那我就只是 安麗只是給妳開個玩笑而已 她已經辦好出院了 人也沒事了 如果我們有什麼事的話 回家再說吧 妳沒事就好了 我先走了 妳幹嘛生氣 謝謝妳來看我 陳曉華 關於上一次跟妳說的合作案 我想要跟妳當面說一下 妳可以嗎 我先去妳家等妳 安麗 妳剛才真的嚇壞她了 誰知道她反應會這麼大 妳剛剛說妳要跟她合作 是合作什麼 是跟Malik合作嗎 妳不會介意吧 我怎麼會介意 只要是對Ash 有幫助的事情都很好 更何況 對陳曉華也很好 這是一個好機會 她的才華不應該在 東華村就這樣埋沒 走吧 曉華哥 一蓮 妳的長安麗姐 她還在醫院 放心 我剛剛去醫院看過她了 她準備出院了 那就好 現在上班時間 妳怎麼不在公司 這什麼 我幫妳拿 不用 這個很輕 我自己拿就好了 這裡面 該不會是妳放在公司的 私人物品收一收 準備等著放無薪假吧 你怎麼那麼厲害 你猜對了 對不起 我隨便猜的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沒關係 我知道 妳還好吧 是還好 只是有點心緒 覺得不甘心 畢竟替公司賣面那麼多年 這有什麼好不甘心的 來 坐 妳以為現在 大白天的又不是放假時間 街上幹嘛這麼多人 一個招牌不小心掉下來 砸死十個 有九個都是失業的 不要想那麼多了 我沒事 沒那麼經不起打擊 而且以我的能力呢 一定很快就有個早日先工作的 這樣就對了 這樣才對 可是你先不要講出去 我不想讓我家人擔心 沒問題 對了 那個 你最近是不是可以先 讓安麗姐一點 不要再跟她吵架了 原來我跟林安麗在妳的心目中 就只有愛吵架三個字 不是 我不是這個意思 只是因為安麗姐最近 工作上壓力感覺比較大 叫她大姨媽又來 你看 你就是這個樣子 難怪常常讓她氣急敗壞的 總之你就不要講一些 太重的話刺激到她 我知道 刺激她對我沒好處 倒楣的還不是我 對 好啦 我先上去 然後等一下我再去 安麗姐家找你們 OK 林安麗 林安麗 大姨媽來就這麼麻煩 那更年齊以後 我怎麼辦 不好意思 讓你等那麼久 不會 那我們上去吧 好 林安麗妳不是大姨媽來嗎 你不累 怎麼還可以把這個搞成這樣 那我又吃了安眠藥 吃了安眠藥什麼都不記得了 你不記得了嗎 辣麗姐 妳還好嗎 應該沒事了吧 沒事了 對 妳沒事是最重要的 而且Ashley的開幕 如果少了妳這位手機設計師 我們要怎麼面對記者 我又怎麼跟老總交代呢 對不起 對不起 你現在都已經這麼忙了 在這個節骨眼上 我還幹這種傻事 林安麗真的是又傻又愚蠢 程曉華 事情都已經過了 妳就不要再關安麗了 對啦 小黃哥 安麗姐 人沒事就好了 如果有什麼事情的話 趕緊再說 一蓮 妳讓她說 程曉華有話不說 憋在肚子她會很難受的 對 我這叫個性梗汁 我今天如果沒有把話說清楚的話 所有的人都會認為是我害妳的 小黃哥 沒有人會這樣子想的 安麗姐沒事就好了 等一下 你讓她講 我想要聽聽看 為什麼大家誤會她 我不過是喝醉酒 打電話去擄妳 誰知道妳會出這麼大的事情 不解釋清楚不知情的人 但我會認為我是醉人 小姐 妳講了講了就睡著了 她一點都不顧及我的感受 小黃哥就這個樣子嗎 安麗姐 你剛從醫院回來 我陪你回房間休息 陳小黃 今天都到此為止 不要再說安麗了 你們兩個怪怪的 還是你們覺得我昨天發生什麼事 這 安麗姐 你不是因為跟小黃哥吵架 所以突然沒有自殺嗎 一臉覺得你是為情所困 所以自殺 最好要是為了你自殺吧 對 我最多就是能夠把你 嚇到肚子痛死而已 被你氣到頭痛死才有可能吧 對不起 對不起 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擺了 一個這麼大的烏龍 其實事情就 事情是這樣 就陳小雅打電話擄我 然後我就忘記說 其實我在煮水餃 然後我就想要睡 就吞了一顆安眠藥 然後就睡 就這樣了 難怪小黃哥剛剛說 你又傻又蠢的 對不對 擔心死了 其實又蠢又少的人是我 我發現安麗最後一通電話 是跟陳小華講的 所以我告訴一連 應該是你們兩個吵架 才會讓你想不開 拜託 我都已經身經百戰了 而且我被陳小華訓練到 銅牆鐵壁 我是一個堅強的女人 是覺得不可能會自殺的 可是昨天晚上 這情況也太危險了吧 如果玉瑋哥沒有及時 趕回來的話 那後果不甘設想 那我就死翹翹 還好妳沒有死翹翹 還記得從鬼門關前回來 萬一 妳真的有個什麼萬一 我就沒有人替我洗刷冤屈了 到時候我就變成千古大罪人 妳可以不要打掉盧我